报告委员会 主席周召集委员春敏 报告事项一 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 二继续处理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关于司法院所属主管预算冻结项目供应案 决定准与备查提报院会 讨论事项继续并案审查 行政院行情审议律师法修正查案等13案 决议进行逐条审查 军召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四条占保留 第五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及第三十四条 均保留送院会处理 现行条文第十条造行政院提案予以删除 委员周春敏等三十人提案 第十一条第十六条及第三章章名 委员顾立雄等三十人提案 第二十一条第三章章名第四章章名第四十条及第五十二条 委员由美女等十九人提案 第二十二条之一均不予采纳 其余条文均令定期继续审查 宣读完毕 好我们等到人数够了再来确定上次会议失录 现在介绍列席官员 首先介绍法务部蔡清祥部长 请坐请坐 我们在座上点头就可以了 最高检察署杨世智主任检察官 廉政署郑明谦署长 调局廉政处林玉珍副处长 调局经济犯罪防治处郑国明副处长 公务人员保讯会 叶瑞宇副主任委员 立法院法治局陈青云局长 行政院外交国防法务处张文豪科长 司法院刑事厅吴元耀法官 行政诉讼及惩戒厅许陈城州法官 监察院监察业务组第五组黄议元组长 全序部法规司陈佩婷检任视察 经管会法律事务处李玉德副处长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郑峰市廖长新主任 内政部明政司张戴琪检任视察 移民署赖敏之专门委员 内政部警政署行政警察局洛立凡警政监 卫福部医事司吕念词检任记证 保护服务司林春燕检任视察 食品药物管理署 企划及科技管理署张新闻副组长 社家属身心障碍组 游宜军组长 卫福部社家属身心障碍福利组 对于这是下午的 国防部阵风市张红俊主任 经济部商业司胡美珍专门委员 交通部阵风处王爵副组长 教育部阵风处刘广基组长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 谢倩倩司长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黄岐亚副司长 劳动扶子退休司杨梅营专门委员 劳动法务司陈文中专门委员 劳动力发展署叶明如检任视察 行政院人士行政总处 政风市李宝昌主任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政风市林瑞明主任 行政院农委会林务局林郑管理组 黄丽萍组长 海洋委员会政风处 陈德芳处长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企划处陈尤嘉处长 公平交易委员会法律事务处 谢坚章副处长 国家安全会议政风市蔡金发主任 国家安全局法务市赵元善主任 工程会书记官长林玉平 好我们现在来确定上次会议议事录 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事录有错误或遗漏 没有我们就确议事录确定 今天排定的议程是病案审查 行政院行情审议揭闭者保护法查案等7案 现在进行提案说明报告发言时间 每一位三分钟 呃 2013年我们的食品 针对食品的揭闭法 也有做处理 那劳基瓦在2016年 也针对了揭闭法 揭闭者也做过了一个 法力的一个不相关的一个规范 所以如果落实 不管是国际公益也好 健力保护的一个制度 强化我国的一个廉政的一个法治 这是立法不可回避的责任 那对于这一次也特别感谢 法务部清呼万贯了 终于把我们所谓的揭闭者的保护法 也提出来 那我也特别感谢法务部 当时提出来本来只针对公部门的部分 后来听从我们的建议 也把相关四部门的揭闭者的一个保护 也放到这一次的揭闭者的保护法的一个草案里面去 那从预防的角度建立良好的一个揭闭的环境 能够让全民能够安心的拣举 容易通报 对于揭闭者大概就是面对的三个保护 一个就是身份的一个保密 另外一个是工作权的一个保障 另外是一个人身安全的及时的一个保护 所以相对的我自己提出的一个版本 也穿着专家学者意见之外 我也针对日本法治 对于受雇者的一个揭闭者的一个工作 工作权的一个保护 避免因公益揭闭而遭受不利的一个待遇 那希望能够通过公益的一个通报 能够建立联名的政府 及良善的企业环境 所以我自己本身所提出的一个版本 也希望能够让各位委员能够多支持 以上说明 谢谢 谢谢中委员 接下来请提案人 陈文文委员 陈文文委员 陈文文委员不在 请提案人 余婉如委员 余婉如委员 余婉如委员不在 请提案人 时代力量党团代表 请洪委员 主席各位列席官员 各位同仁大家早 在联合国反参府公约第13条的规定 各地约国均应考虑在其国家的法律制度中纳入适当的措施 以例对于出于善誉 及具合理之市政向主管机关检举 涉及本公约所定犯罪事实之任何人提供保护 使其不致受任何不公正的待遇 那在台湾呢 在104年也通过了联合国反贪腐公约施行法 那也明文规定 政府应该要积极地加强落实各项反贪腐的一个法治及政策 那为了要保护公共利益 强化国家连人治理 那并且有效地打击公部门及民间企业的贪污金融 那以及监禁犯罪 那世界先进各国其实已经都纷纷制定专法 来保护检举人或揭发人的一个权益 进而鼓励民众勇于揭发不法 那在台湾呢 民间对于俗称的吹哨者保护制度 其实期待非常久了 那为了回应民众的一个要求 也敦促行政机关能够加速了来进行法治化的一个作业 所以时代力量在106年的3月 就提出了公益揭发保护法草案 那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跟行政院 以及其他委员的版本来避难审查 那如同前面所说的 时代力量的公益揭发保护法草案 是为了保护及鼓励揭发人 勇于揭发重大的不法行为 维护公共利益 也是为了贯彻法治国的原则 时代力量党团的版本 共分为5章31条 包含了总则 公益揭发的程序 揭发人的保护 揭发人的奖励及法则 那希望整合散于各个法令 对于揭发人的一个保护的一个规定 那强化揭发人的保护 包含了身份的保密 人身安全的保护 工作权诉讼权的保障 并进而敦促行政机关 依照本法制定各种的一个配套措施 那营造主意让揭发人 勇于揭发重大不法的一个环境 让各种不法的行为 能够摊在阳光下 那以上就时代力量党团的 公益揭发保护法草案 简略的说明 那期待大家能够 及时广益 尽快的完成立法程序 来回应民意的期待 谢谢 好 谢谢洪委员代表 时代力量党团的说明 接下来请提案人 亲民党党团 来请周城委员 好 谢谢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官员 大家早安 今天各位委员及机关代表 这一次我要 这个关于接庇者的保护法提案说明 我在这里简单说明一下 在公司部门贪腐的问题 其实长期都是世界各国 所关心的焦点 特别是对于政府机关 因为政府制定的这个政策 大多是跟公共利益有关系 如果在政府机关内部 有违法的事情发生 恐怕会影响到 国家跟人民之间相关的权利 跟义务的问题 虽然现在有部分 关于吹哨者保护条款的规定 但是并没有一个全面制度化的安排 甚至会让很多接庇者 面临到秋后算账的这个窘境 导致多数的知情的人士 不愿意去发生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在第33条的这个保护局发言 里面也有规定 各地约国应该要考虑 在法律中纳入适当的措施 对举发人提供保护 让他不至于因为举报犯罪 而受到任何不公平 不公正的这个待遇 因此亲民党团提出了 揭秘者保护法草案 一共有20条 主要的内容包括 对揭秘者本身进行保障 如对个人资料的保护 与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对受理揭秘的机关 也有相关的规范 例如明定揭秘者的揭秘方式 机关受理揭秘的程序 应该如何遇到揭秘不实的处理方式 以及在执行业务或业务上 知道揭秘者的身份时不得泄露 另外也以明文规定揭秘者的奖励机制 跟救济程序 能够勇敢的出面举划 追查机关内部违法的事情 来维护公共利益 还请各位委员多多给予支持 谢谢大家 好谢谢周城委员代表亲民党党团的说明 我们接下来请法务部蔡部长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 今天奉邀来列席贵委员会 并让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的 揭秘者保护法草案 以及时代力量党团 还有段委员宜康 中委员孔昭 还有陈委员明文 亲民党党团集 与委员宛如等提案版本 代表法务部来列席 并被执行深感荣幸 那法务部在推动 揭秘者保护法草案期间 有赖各委员关注 并不定提供宝贵意见 在此先表示感谢 那以下 紧就行政院版的 揭秘者保护法草案重点 说明如下 第一个 本法采公部门与私部门 揭秘保护合并立法的模式 并聚焦于内部人员的保护 并将与机关组织 有雇佣定做 委任关系者均纳入保护 第二 保护重忧 就本法与其他法律的 吹哨者条款 禁合时 适用最有利于揭秘者的规定 以提供对揭秘者最佳的保护 第三 本法立法架构为 特定之人 应特定事项 向特定之人或机关 寻特定程序 揭秘 此受保护 本法揭秘的范围 公部门包括了 刑事贪毒部法 与重大行政部法 而事部门则包括了 金融 食安 繁保 随土保持 劳动 医疗 社会福利等 与大众生活相关的公益性 不法事项 未来 并授权主管机关 以公告的方式 增补弊端项目 第四 揭秘程序 採层次性通报 第一层 受理揭秘机关 包括了 内部主管 首长或其指定人员 以及 检查机关 司法检查机关 墓地事业主管机关 监察院 阵风机构 当第一层 揭秘私灵的时候 如预期不受理 或草率 结案 揭秘者可以 向外部监督机关 进行第二层的通报 并受本法的保护 第五 本法对揭秘者提供的保护措施 包括了 工作权保护 身份保密 人身安全保护 责任减免 第六 因本法聚焦于内部人员的保护 对工作权益保护 愚为重视 并扩大工作权保护对象 包括了 揭秘者本人 还有配合调查 担任证人 以及 拒绝参与 弊案实施的内部人员 所谓禁止不利人事措施 包括了 影响身份职务 薪资 福利 工作条件等人事行政作为 无故揭露 揭秘者身份 而排挤或固立的职场霸凌行为 都属之 具体的工作权保护措施 包含了 回复原状 工资补发 及损害赔偿等 请求事项 另外在 私企业 揭秘者 父职有困难的时候 雇主于支付 三个月以上 待业补偿金后 德语 劳工何以终止 劳务契约的替代方案 第七 为了 恶阻 报复行为的发生 对于 违反不利人事措施规定者 定有 五万元以上 五百万元以下的 华原规定 如意图 报复 对揭蔽者为 犯罪行为 还可以加重 其行到 二分之一 第八 为避免 揭蔽者于 救济程序中 因武器不对等 而居于弱势 定有三大程序保障 一 举证责任导致 机关或过阻 需证明 众无揭蔽行为 能有采取 相同人事措施的 正当理由 第二 揭蔽者抗辩 优先调查 当揭蔽者于 救济程序中 提出 揭蔽者抗辩时 应优先调查 并为认定 三 引进法庭的 自由机制 法院审理期间 必要时 得征询两兆同意后 让公益团体 律师公会 同业公会 公会主管 机关或检察署 表达意见 提供法院参考 九 另外 据公务员身份的 共犯揭蔽者 如果经法院判决 免刑确定者 放宽不受 公务员人员 任用法第28条限制 得申请再任公职 本法为国内首部 揭蔽保护专法 明确规范揭蔽者 弊端范围的定义 着重于内部人员 工作权保障的具体措施 并提供身份保密 人身保护 责任减免等保护措施 借由此次律法 将有助于揭蔽者权益的维护 接轨国际规范 并透过法治改革 促进年人政府 公益社会的实现 恳请委员予以支持 至于第二部分 有关各委员 还有党团所提案 那有些内容 跟行政院版本 是有一些差异 那么荣誉 逐条审查的时候 再一并表示意见 以上报告 请各位主席 委员支持 谢谢蔡部长的报告 提案人与法务部均以报告完毕 司法院及保训会 针对条文的书面意见 请各位委员自行参阅 我们在逐条讨论的时候 会一并参考意见来处理 现在进行寻答 本会委员发言时间 八分钟 必要时得延长两分钟 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 六分钟 并不再延长 上午十点三十分 截止发言登记 现在请登记第一位 洪慈雍委员 谢谢主席 部长 我想蔡政府已经执政满三年了 那终于把这个朝案送到立法院 那其实大家所关注的 大概就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弊案的处理 那另外就是戒闭者的一个保护 那首先我先跟部长 前教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就是行政机关 过去常常可能因为要保护自己 那把一些公文跟资料 就列为机密 那甚至连我们 在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其实都拿不到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 委呃 谢谢您的指教 那有关弊案 还有这个如何保护接避者 这都是我们非常重视的 那关于委员关心的 就是有关公务机密 的劣等问题 这个都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它会按照法律的规定 来列为集机密 或是机密 或密 等等不同的等级 那如果说这个等级 分的不是很适当的话 也可以提出检讨 好来 我要问的就是 最近有一个事件 就是调查局呢 把1941件戒严时期的政治档案 延长保密的期限30年 这件事情部长你知道吧 我知道 你知道吗 那这个部分呢 最迟的部分还要等到2048年 才可以解密 好那部长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那我们现在在做转型争议 其实最基础最重要的 就是这些档案要公开 真相才能够来呈现 好那解研呢 其实已经过了30年的时间 就算当时候有什么样的步伐 其实也已经过了追溯期了 所以其实我一直很不明白说 这个调查局到底在怕什么 在遮掩什么 因为其实 这个事情就这么久了 那部长你 你知道这件事情 那你有没有去关心 为什么调查局要把这个时间 再延长30年 这一部分我有去了解 那他们是也是根据内部的规定 还有一些判断 说这些档案 是不是于在这个时间点来公开 有些档案是涉及到一些 机密的咨询人员 或是提供讯息的这个人员 那这一部分可能还有保密的必要 所以有些部分是有 依照内部的规定是延长 但是呢 虽然是延长 不过要看的时候 透过档案局啊 都是可以来解密来看的 所以并没有说完全不能看的 这种情况 好来部长 因为你所说的应该也是 调查局跟你报告的 就是因为情报来源的问题嘛 所以他必须要去延长 那您知道说上次国安局 他被定的满头包 就因为他们的理由也是因为 这是因为情报来源 所以他们必须在延长这个期限 那你知道国安局的这个事情吗 我听说 那听说那现在你们调查局又说 因为是情报来源的一个原因 所以要加密这么长的时间 那这差异是国安局的只有142件 那你们的1941件的情报来源 这数字我是不了解 但是据我所知并没有那么多 它是根据它的需求 而来定定说这个是不是要延长 但是在延长期间 如果透过档案局要来看这样的档案 并不是完全没有管到的 对但是它不能公开嘛 那我的了解是按照规定是不能 对 任何人都可以看 但是适当的人透过档案局 因为这些档案其实都交给了档案局来处理了 好来 因为部长现在我们的国家机密保护法的第十条 其实有规定说 国家机密的等级核定之后 那原核定机关或上级机关 有关的核定的权责人员 可以依他的职权 或依申请 就实际的状况来适时的做一些注销 或解除机密或变更其等级 好那并通知相关的机关 那如果部长你如果再深入去了解 那认为说调查局的作为并不是那么的适当 那有一些档案其实它没有必要 再去做这个延长这年限的一个 的这个问题 那是不是可以主动来处理 可以 我可以要求调查局再重新检讨 有些因为时间的一个变迁 也许有些当时认为是很机密的 但是经过时间以后认为这不需要这么的严格 我们可以来修正改进 好来我希望部长你能够在一个星期内 给我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说明 就您请他们在做检讨之后 到底哪一些 那有需要延长这么久的时间 那如果没有必要的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在这样子 让外界觉得你们是在遮掩什么 所以这个部分我请部长在一个礼拜之内 给合理的说明 不要真的到最后这个总统在震怒 你们才来说要检讨 那再来回到是我们的这个 揭蔽者的保护法的草案 其实这个法案最重要就是要怎么样避免 让这个揭蔽者受到这个不适当的一个对待 那再来就是我要先讲的是泄密的问题 那我们公务机关其实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 该公开的东西不公开 那不开公开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 这是我们觉得最神奇的事情 那照你们草案所说明提到的这个泄密的话呢 就依照这个刑法来做一个处理 但是现在刑法我们看起来它的刑度是很低的 在132条的规定是三年以下 或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 那过去这个法院的一个判决 几乎也都是六个月以下 那可以一颗罚金 这对于揭蔽者来说 他可能冒的是生命的危险 或是他一辈子升迁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但是泄密可能就只有罚个几万块 这样的一个状况有办法去达到保护跟嚇阻吗 如果违反泄密的涉及到刑者 我们现在这一部接闭者保护法里面是有要求会提高刑者自二分之一 所以是加重的 那至于行政上应该如何防范 这个公务人员或是其他涉及到机密的文件的人 不应该轻易的泄密 这我们的行政上会来强力的要求 好那既然部长你讲到行政上要怎么要求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越封闭的机关 其实越需要揭闭的人 好但是呢在这种机关里面 其实因为它封闭 所以如果有人去揭露或去爆料 其实很容易就被查出来 很容易就不知道到底是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刚刚部长说的事物上其实有很多的困难 那在第七条其实写了非常多 但是这个强度要怎么提高 行政部门到底要怎么配合 这个部分不知道保训会或是人事行政总处 有没有相关的一个配套可以来做一个说明 好像有代表在场 好 我是保训会代表 那刚刚委员所提到的问题 因为我们保训会负责是事后的救济 那当事人如果是有诉讼 行政局按道保训会来的时候 我们对当事人一定是尽保密的义务 我们对决定书里面的东西呢 我们不会揭露在公报里面 也不会暴露在我们网站里面 对我们提起究竟当事人 我们愿意保密他的那个身份 以上报告 今天没有人事行政总处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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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那个委员提出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人事行政总处也会是依照 就是说 因为有关所有的那个相关的法令 就是救济的一些法令 都是在属于在那个保训会这边 那我们这边只是说 经过整个 就是我们的那个 目前的法令里面 就是公务员就必须 要有这些保护的义务 那如果说他有一些触犯到了 那我们就依照行政的规则来处理 好 其实讲得很笼统哦 我想这个 过去哦 其实在不管是企业或是公务机关里面 其实大家 其实 都会听到说 有官官相护或是是相护哦 其实我认为啦 不见得是要掩护非法的人 而是怕事 不想得罪人 所以 就算其实你没有去被长官修理 可能在企业或是这个公部门里面 其实你去揭蔽之后 你恐怕也会受到 这个职场的霸凌 那这部分也非常难以去举证 那实务上应该要怎么办 因为这一部 吸取我们公部门的经验 来帮助他们企业防止内部的一些贪腐的事项 好最后最后我一个问题就是 这部分部长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那如果我觉得可以再加以思考 好谢谢 谢谢黄委员 接下来请总统赵委员 好谢谢主席 在座各位同仁 还有以为的各位行政所长 部长 还有在座各位媒体记者 还有在座各位媒体记者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部长好 很高兴 看到法务部 包括主席也特别排了 接闭者的一个保护的一个草案 能够在这个会期里面 能够送到委员会来做审查 当然我们都希望能够尽数有一个 接闭者的一个保护的一个 共识性的一个共通性的一个规范 所以相对的 有不同的委员提出了相对的版本 那立法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保护 换为因着我远于公益性 其实我为什么要特别注重在公益性 基本上我自己的版本就叫做公益者的 保护者 接闭保护者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出用公益性 所以我们是希望营造一个为了鼓励公益 而勇于出来揭发弊案的人 而不是因为有接闭保护法之后 会形成所谓的滥权 就是大家都 反正有接闭者保护法 也是当时法务部一直在顾忌的 这个接闭保出来之后 会不会有更多的人 可能在市政上 或者说在整个 有没有因地事宜 而做的一个处理的 一个提出的一个选举 那造成不管是地方政府也好 或者说相关的司法单位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的一个困难 所以我会特别提出来 为了用公益而勇于出来的环境 就是对于公益者的一个保护者 希望能够加以保护 那并没有打算去鼓励这个社会的人 我刚刚特别提到 这个保护法不是去要求 各位社会的人 能大家都变成要拼 好像每一个人都变成接闭者 拿着接闭者的一个大旗 因为人跟人之间的信任 还是一个社会最稳定关系的一个基础 所以接闭者的一个决定 如何的拿捏这之间的信任感 或者他就本身的一个范围 就会非常的重要 太宽 那你也可能瓦解了我们双方的一些 不管是在职场上 或者在公务的伦理上 他也相对的 也瓦解了他的一个信任 那太宽 你也可能保护不周圆 所以相对的 在立法的目的 我还是觉得说 应该明确的就是基于 公益性的一个接闭 作为大前提 以建立我们良能的政府 跟良善的一个 我们提到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环境 那当然我也看过 看过您的说明 报告书里面也特别提到 对于相关的几个条文里面 包括行政院的版本的草案里面 大概对于窃闭者 你只受限在受雇用 定做 委任而从事工作 获之报酬者 才受到本法的保护 那基本上你们输露了 输露了 尖叫声 你们输露了 实习生 你们输露了 这些 派遣人员 大家搞不懂 什么叫定做 定做 其实基本上我们 了解 那个叫承揽 但是你们输露了 既然要保护 这些的派遣人员 要不要受到保护 派遣人员的保护法 在这一次的上个礼拜五 已经三读通过 在立法院 那如果说对于我们的 JP保护法 对于包括这些实习生 现在我们又新南向 新南向来了这么多的 这些的年轻朋友 来到台湾要读书 希望学习技能 但是他当受到不正当 他在工作的环境职场上 或者你们所谓的从事工作 而是获知报酬者 他受到相对的不同的待遇的时候 你们没有保护到他了 我这个学校如果进来的五十个学生 通通都丢到学校去当实习生 那当中其中有一个学生认为说 我从越南来 我从泰国来 我从哪一个国家来 我可能从柬埔寨来 但是我收到不来 我要提出检举 他有没有收到接闭者保护 所以我才会说 在我们的条文里面的第五条 其实是输露了这一部分 输露了这一部分 那我们也知道 接闭者本来我刚刚就讲 有时候会讲 以前台湾都说台湾有三保 老保健保 199吃到保 但是199吃到保 现在好像又不流行 但是我们这一次 这个GP法特别提出了 您的说明也特别提出了 就是要收到保密 就是要收到保障 就是要收到保护 保护就是要保护人身的 人身安全的一个保护 保障就是要保障 他的工作 工作权的保障 保密就是针对他身份的保密 我认为工作权的保障 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他可能冒着 他的很多相关性的危险 他甚至丢掉了 他唯一生计的一个工作权的时候 但若是身份保密 能够要做得更好 他才能够保有 后续的所谓的工作权 或者他的人身的保护 部长你认为呢 非常同意 委员长期关心劳工的问题 对于这些建教生 实习生 还有派遣人员 是不是纳入在这一次法律里面 如果揭蔽的话 可以予以相同的保护 那这部分 我们有一个授权就是在 相关的企业如果认为他要扩大范围 我们是准与他有做一个调整 那事实上 在定义上 这个在定义上 我们在审查条文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 可以来针对条文 如果你去授予给契约 这个因为我的时间也不多 如果授予契约去定乎规判的话 那为什么不在我们的 谋法里面去做一个定定 谋法里面也有 跟委员报告就是在第五条的部分 只要他在从事工作或有报酬 那么 没有没有 我可以下午 下午如果讨论逐条的时候 我可以针对这一个部分 逐条的时候我们再来交换意见 可能你们的讯息跟我自己的 我再会跟你讲 承揽跟承揽再承揽的 这中间的过程 委论跟再委论之间的一个关系 劳动部在这边 你们可以就交到 当没有一个机械关系 他根本就受不到这个一个保护 我们机械逼者的保护 如果是没有 那就是底下的蒙蔽了你 其实身份保密 我刚刚特别提到 身份保密为什么会特别重要 是因为在行政院版本 在身份保密的部分 琢磨的很少 为什么 我刚刚讲到 你身份没有保密 你相对的工作权 工作的保障就没了 你的人身的保护也没了 所以对于你 你这个对于身份保密 你大概是放到第七条跟第十五条里面 第七条大概就是针对于罚款 就是五万到五百万的部分 那第十五条就是会 接闭者身份孕育不得无辜的卸入 如果涵盖面 我讲的是涵盖面的身份保密 涵盖面 你只受限在于所谓的 受理接闭者的机关 或其承办调查或机查人员 那么其他知悉接闭者身份的人 是否也应该可以保密的义务 这一部分没有提到 如果说在 在这里面的过程 因为你们说 你们的说明栏里面 如果没有规避到这三个样态之下 就是你们讲的 受理机关 承办调查或机查人员以外 如果其他如果 那就回到 回到所谓的 民行事的一个责任 就是有法院 那诉讼的防疫权 那诉讼的防疫权 谁来保障这些戒闭者 所以相对的 这些戒闭者的相关的理解的条 我大概把我有一些 不同的意见看法 在做寻达的时候 先提供出来 那我们在组条的时候 我再教教育法务部 好谢谢主席 谢谢中委员 接下来请黄河昌委员 谢谢主席哦 第一个事情是 中科之前的弊案 我在这边公开咨询了之后 那也交给 联政署 那要求联政署啊 进一步的加以调查 但是我现在 有一个很困惑的事情是说 我现在跟中科管理局 发了公文去调取 他们在业务运作上面相关的资料 科技部拒绝提出 拒绝提出的理由是因为 联政署在调查 我现在有点没有办法搞清楚的是 我们在监督行政机关 立法委员在执行这些职权的时候 联政署有告诉科技部说 这些东西不能提供吗 呃 是不是请署长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现在我就搞不清楚啊 因为跟他们调资料的时候 然后其他的都给 真正敏感的就不敢给 是怎么回事 联政署有指示科技部不能提供吗 跟委员报告 这个案件现在 你按麥克风好不好 这样大家听不到 跟委员报告 这个中科的这个案件 现在已经在 已经立案了 那也报台中地区检查署来 来侦办了 然后呢 那这部分有我们查过的一些 有些的资料 那当然这是属于 侦查的一个范围 你们侦查不公开我都尊重啊 我从来也不会去问连政署 说你们证查的内容是什么 刚才我们本署没有跟中科管理局 跟他要求说 绝对不能够提供给委员 这边我们倒是可以 在这边郑重澄清没有这件事嘛 因为我上次有关于针对高雄大林电厂 在装防伪的防爆装置的时候 那我一开始要求他们 提供厂商当初验收相关的资料 他们也用侦查不公开来呼隆我 那我说调查局那边侦查的内容 我又没有要去刺探 侦查不公开我就尊重 那你们就去侦查嘛 但是就行政部门的部分 他们一开始又这样阻挡我 后来东西还是交出来啦 结果东西交出来以后就发现 他们根本在胡搞瞎搞啊 现在中科的弊案 我现在遇到一模一样的状况 没有关系连政署有澄清啊 这样就好了 那科技部的部分 我另外找科技部啊来家里负责 那第二个事情啊 我要请教部长了 之前台北地方法院有一个法官 我一直 检察官啊去抽换证物 这是很严厉的指控啊 甚至我必须要不客气的讲 是对于检察官的污蔑 台北地方法院后来自立委员会 开成那个样子 官官相互 包庇成那个样子 我是无法忍受啊 司法院的责任我当然去追究嘛 但是我现在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啊 检考会 他们都发声明出来了 两个 第一个 违反侦察不公开的部分 开始立案侦办了没有 还是因为是法院的法官同僚 所以就轻轻放下 打算要放过 呃跟委员说明啊 至于有没有分籃因为属于检察业务啊 我不晓得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我第一时间啊 就支持检察官 非常好 那下一个问题啊 现在司法院他们自己要官官相务 不愿意把那个法官送交评件啊 在我们目前法官法的架构下面 送评件的主体是有限制的嘛 那司法院 他们要包庇 不敢送评件 那法务部不用帮检察官讲话 行使法官法里面你们送评件的权限 不需要这样做吗 部长你的立场是什么 我的立场非常明确 对于检察官依法行事 我绝对支持 这不要送评件 呃送评件有各个单位 他是有权责 对嘛 现在大家都要踢皮球嘛 就司法院的部分 他没有官官相务 我说我责任找司法院追究嘛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 就法务部的部分 法务部自己腰杆子不用挺起来吗 这种已经公开污蔑的检察官 偷偷抽换证物的 法务部也好 检察署也好 在法官法里面是有权限送评件的啊 现在出现了一个荒谬的现象是 出现了一个这么离谱的法官 没有人要把他送评件 现在法务部有这个权限啊 你只要针对法务部的部分来讨论就好了 说法务部有没有考虑 要主动把他送评件 有还是没有 我来了解看看 因为这个权责 没有关系 我希望三天之内 给我正式的答复 关心这件事情大家都在等哦 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状况 没有人要把他送评件 这个法官关系是好到什么程度啊 司法院自己官官相务也就算了 难道连法务部都要这样 让基层的检察官心寒吗 不会啦 我们法务部非常支持检察官 对啊 支持检察官要有行动啊 呃 将这个法官送评件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吧 如果是我们检察官做 我一定 立即就 但是法官的话 因为是属于司法院 我现在就跟你讲啊 司法院打算要包庇到底啊 他就厚着脸皮在这边让你咨询啊 他动也没有要动啊 那现在大家就在看法务部啦 部长你需要几天时间 我要了解 我们看看各个权责机关 哪一个机关是最接近 最了解这个事实 由他来发动 也许更适当了 那法务部是负责行政业务的 部长我跟你讲啦 如果我是基層检察官 我听你这样讲话很心寒啊 不会我第一时间就已经挺他们了 对啊 那但是当事人到目前为止还逍遥法外啊 第二个 我前两天看到的新闻我非常痛心哦 台湾还是法治国家吗 一个资助北韩 违反国际禁运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称他的恐怖分子啊 竟然要恐吓 杀检察官全家 我的老天啊 这是什么状况啊 法务部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恐吓事情发生的 具体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我恐吓次长 然后恐吓法务部 我们国家的人才耶 台湾的国家洗钱房子 蔡检察官我在这边 在其他委员会碰过他很多次了 那是我们国家的人才耶 那恐吓要杀法务部次长 要杀检察官全家 开什么玩笑啊 法务部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啊 接到电话室我们法务部有一位检察事务官 什么时候知道的 时间 详细时间我还要再查证啦 但是我们是第一时间检察事务官的时候就反应给 对啊所以什么时候知道的 上个礼拜知道 上上礼拜知道 一个月前知道 什么时候知道的 法务部是很早就知道了 法务部很早就知道了 但是时间点 我要再了解一下 好 什么时候知道的 到底有哪些人知道 会后可不可以告诉我 可以 第二个 知道了以后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 好我了解以后一定跟委员说明 没有 知道以后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 对我说我进一步了解这些 对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这么严重的事情 部长您到今天还不知道 知道了以后你们采取什么措施 对第一个当然有防范的措施嘛 对请我们委员 这个 请我们相关的同仁 一定要注意安全 有没有看警察保护那个检察官 我们有问过 他们说暂时还是没有 第二个 针对这个人的行踪 有没有掌握 他会被逮荡 他会不会 采取他所要恐吓的那些行动 老实讲啦 如果在美国 发生这种状况 有人敢要恐吓要杀检察官全家 早就被申请羁押了 现在还在外面爬爬灶 第二个事情我觉得更离谱的 法务部竟然派承办的检察官直接 跟这个陈世线 要跟他面对面瞧什么 台湾过去在处理资孔防治法 本院哦 这届立法院哦 引以为傲的政绩啊 资孔防治法 洗钱防治法 结果我们在这边立法立半天 喊了半天 处理的方法是我们的法务部派检察官 跟这个违反资孔防治法的 去面对面要接触 应该没有这件事情 没有这件事情 那报刊杂志上面写的 是假的咯 报刊杂志还要求证 好没有关系 我要给法务部 我要给法务部一个求 一个澄清的机会 第一个 这件事情 有没有发生 如果是假新闻 马上澄清 第二个 如果这件事有发生 你们向全国的检察官 一个基本的交代 不可能法务部 你把检察官当什么啊 我 如果 对嘛 所以我就说嘛 今天 这个周刊 如果报导的是假的 法务部运起来 要求周刊更正 我们法务部绝对没有 怕那个检察官 要去跟当事人瞧 绝对没有这件事 绝对没有这件事 好 硬起来 要求周刊更正 第二个 如果有这件事情的话 如果有这件事情的话 法务部要采取什么样子的立场跟态度 该负责的就负责 谁负责 该负责的人负责 我请法务部 今天下班以前 把这件事情 按照法务部认知的版本的始末 清楚的用书面交代 可以吗 好 我也要求 好 谢谢 接下来请正义鵬委员 好 谢谢主席 各位首长 各位同志好 部长 我先顺着刚才 黄国参委员的 跟你请教了 那第一个是 我们有确认这个 陈世线 然后他有威胁到 我们的陈明堂市长 然后跟我们的检察官 这个没有错吗 没有直接 他有打电话到法务部来 那我们一个同仁有接到 接到这个讯息而已 怎么确认是他打的 我是据我们的 那个接到电话的 检察事务官说的 嗯 说他有接到 那他是表明自己的身份 还是怎么样 这一点 细微的东西 那如果是确认是他的话 那你们要对他做什么处理 收押禁件很合理啊 或者说你们有什么 对这个当事人的作为 你们第一个要确认 第一个你要确认是当事人嘛 我们当然会 第二个是 那你就要去重研去 对他加以处理嘛 对不对 起诉啦 或怎么样 你们应该做吧 这个我不是练法律 我没有很熟 这合理嘛 为什么我会问这个 就是说 我先让你澄清一下 刚才华公商委员问到的 我记得报道上有讲 当检察官知道说 有当事人的时候 他就要求换会议室 所以没有碰到当事人的面 没有错吧 这一部分检察官没有跟我说明 我不清楚他详细的过程 那你刚讲说没有碰到面 或也没这回事 没有碰到面 他确实是没有说 有跟他们见面 不是 他王委员提了说 法部有派检察官去 跟当事人见面 这件事情 据我了解是没有碰面 所以也不会是承办检察官 跟当事人有碰到面 没有碰面 这又一事 这个确定 那你该澄清就澄清 是啊 所以他要求我们 根据报导如果有 与事实不符的地方 我们当然会要求媒体要澄清 你都已经几天了 与事实不符的地方 你现在才要要求 那你们现在有没有 派一个人先掌握一下 要澄清什么事情 讲清楚啊 这个不是台湾内部的 弊案的问题而已啊 这牵涉到国际的反恐 牵涉到跟美国的关系 跟信任 当然商人生意 为了赚钱不择手段 但是既然被查到了 你还是要有负责的态度嘛 部长这个应该至少要做的吧 是 对不对 所以新闻一回事 对当事人你要怎么处理 只要确认是他 你当然要让他知道 政府的公权力 还是可以重研处理 而且尽速处理的 这个没有错吧 为什么部长会跟你特别 在问这个事情 现在我们还在推 参审制陪审制 还没有定案 那在有一次协商的时候 陈明堂次长 我就有当面跟他请教 还有那个司法院的 吕秘书长 我说如果一个 那个被告 那他当庭就呛那些 那个陪审团的人 或官审团的人 我要杀你全家 你怎么跟我保证不会发生 现在包含时代力量党团 也是在力推嘛 力推这个方向嘛 甚至他们认为说 国民法官不够 要用陪审制 好莱坞电影看很多 但是今天都发生这种的 还在外面 懂懂的当事人 可以打到法务部里面 去对你们次长 对你们检察官说要杀他全家 为什么谁可以保证说 未来台湾改成这种 国民法官 参审制或陪审制的时候 不会当场呛这些 陪审团跟国民法官说 我带你们整家 整家家 然后你不会 然后让你对我做出这些 判决有利的 有利的处理的决定 那当然这个在 赛局理论上 未必对他有利啦 有可能你威胁我 会判更重 换人怎么样 都有可能啦 但是现在就发生了嘛 所以我们这个会牵涉到 大家对于未来 我们要推动的司法改革 对于参审制跟陪审制的想象 这个事情 你们不会 不可能透过你们现在的模拟 包含司法院 透过任何的模拟 去处理到这个状况 因为模拟的被告 绝对不是黑道嘛 那模拟的被告 就算呛说我杀你全家 也没有人会怕嘛 事实上就发生了嘛 他们就是跟北韩嘛 北韩跟日本 现在还有那个 他们叫拉制嘛 就是那个 掳人的掳人 把人带到北韩去 然后关了二三十年了 也有这种状况 所以你现在面对到是 国际的恐怖组织 面对到是这种人 那你未来 我不晓得说如果你不对这个当事人 去特别做紧急的处分的话 那未来我怎么会相信说 你要推参审制来陪审制呢 部长你可不可以帮我说明一下 好那我再补充说明 刚刚就是对于这个恐吓我们政府次长还有检察官的事情啦 我们在已经有告诉高雄地检署 有这回事 那么请他们来也分案争办 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我们是很严正的态度来处理这 那大概就是我先补充这样的一个说明 好啦部长你先确认如果是当事人 有的有些冒名的我不确定啦 如果确定是这个被告的话 这个陈先生的话 那你要先跟我保证说他不会 他不会那个潜逃 他不会偷渡出境 这应该作为稿吧 个案上到底检察官是不是已经有 把他限制住居或是限制出境 应该都有啦 他跑掉的都是被限制的嘛 甚至每天要去报道也是跑掉 他跑掉了 他在做的是国际上面 逃过层层封锁 他的那个卖油给 北韩的生意嘛 禁运的生意嘛 所以他在偷渡这上面 一定比其他人更行吧 那我会要求所有的机关单位要严加防犯 尽快查明事实 包含对于说检察官有没有碰面这个事情 但是对于这个犯罪的当事被告 那对于当事人 你们其实要给社会一个交代说 他是被受到严密的管制 你这不只是给台湾人民安心 你也让国际知道说 花旗金宽案 容不得他嚣张 这个至少要做到吧 这应该做得到吧 跟内政部警政署你们好好配合一下 这也照起不得了 照起不得了 他以后从国外打电话进来 再威胁你们 这个政府的公信力荡然无存 还得了啊 好不好 这也会牵涉到你未来 在推这些参审陪审制的时候 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信心 以后你们找不到陪审团啊 大家这么怕被威胁 这个才是我担心的地方 讲的好像司法改革 好像台湾就做得到 我认为常常都是好莱坞电影看太多了 好不好 我们是不是要走到那一步 没关系慢慢来 但是你事实上 现实上会发生的问题 现在就发生给你看 而且你们好像还对那个当事人 好像还是照着尊重人权 尊重法治 还让他在那边逍遥法外 这很奇怪的事情啊 为了这种事情被询 被骂了 老实说不值得啦 完全不值得 不是我 而是刚才那个 时代力量的黄委员 可以说到这样的有道理 对吧 今生日的办法来得来嘛 好不好 部长你思考一下 好 好谢谢 讲到今天的这个 接避者保护的草案 我就直接问一些 外界跟法界有在反映的几个事情 那我认为也是这一步法律 从国民党2012年 曾永夫部长 信誓旦旦的讲 他在灵异式弊案的时候 告诉大家说 他们2012年开始演你啊 弄到现在2019年了 由民进党政府提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 有指标性的法案 好 那有些违责不足的地方 我跟部长请教 第一个就是说 跟 他们叫射程范围啦 也就是说 所谓的弊案的范围里面 那虽然是副表 然后列了很多 但是还是有被认为 保护不周的地方 所以 部长我建议是这样 在第三条里面 对于我们的公告事项 是不是我们可以逐年检讨 你现在大家讨论了好几年了 2012年讨论现在是七年了 我也不想要说 这起在独创一些见解要加进去 那种假道学的 到时候做不到猎人漂亮 那我觉得没有意义 但是你们加一项逐年检讨 未来发生的状况 发生的新的案例 可以纳进来的 你们逐年检讨 这应该可以吧 第三条 好我想第三条 在逐条讨论的时候 我们同仁来表达意见 委员的意见 可不可以来拿进去 每一年大家会各部会 跟中央跟地方 这种案子到底 有没有需要增加 它的那个限制范围 所谓的弊案 要不要扩大处理 包含那个政府 这个民间的 我认为逐年检讨 应该是有必要的 再来是第十一条 就是说 对于违反第七条的 也就是说 有接避者的事件 发生了之后 对他做一些 工作上面 职务上的不当处分 现在只有罚款 五万以上 然后五百万以下 那外界就会认为说 不管是对于 公家机关也好 对于民间公司也好 他有可能让你罚钱 五百万以下 花钱了事了 是不是有可能 你对于法人跟团体 甚至这些负责人 那处理三年以下 留期徒刑 虽然用不到 但是让他认为说 如果我随便做出 我如果便宜行事的话 不是钱可以解决的 这一点你们考虑 好不好 最后我们 最后我们逐条 再来讨论 那对于机关首长 也是一样 其实我们台湾的民情 是这样 你都不要说 这种窝里反 然后内部检举 台湾连加入公会 合法成立的公会 你要去加入 都会受到很大的 公司方面的压力 连加入公会 就是这样 更不要说 你去接壁 发生了之后 大家都知道是你 或以为是你 他那个承受压力非常大 那有时候主管 可能是善意说 不然你调动一下 大家轻松一点 但是也有可能是 恶意我打压 其实他的主管 未必是那个 弊案的当事人 他也会说 大家这样好相处 那我也做个好人 给别人 把他调动 这个状况不应该发生 尤其是在 接壁者保护法之后 更不应该发生 所以我认为 在第十一条里面 加以刑责 非必要的时候不用 那他们有所节制 有所约束 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好不好 那再来第十三条 十三条 因为如果是公务员 他对还起诉的处分 你现在都是 因为还起诉 在三年以上 就不适用了嘛 所以公务人员 如果犯参户自罪的话 他如果是共犯 来检举 来检举 然后他都是五年以上起跳 那这个是不是要免除 这个也请部长 你考虑一下 好不好 不然你反而认为说 越重的罪 他越不敢来揭蔽 这个违反了我们的本意 这个在竹条的时候 你们再考虑一下 也先在竹条之前研究一下 好不好 谢谢部长 谢谢 好 谢谢郑委员 接下来请 李毅林委员 李毅林委员 李毅林委员不在 孔文吉委员 孔文吉委员 孔文吉委员不在 何欣存委员 何欣存委员 何欣存委员不在 蒋乃馨委员 蒋乃馨委员 蒋乃馨委员不在 周辰秀侠委员 周辰秀侠委员 周辰秀侠委员不在 请中嘉宾委员 对不起主席 我看一下 我的助理来了没 PowerPoint 有没有可可换 主席 因为 好了 那个 因为我的档案资料还没到 主席可不可以暂时停个两分钟 因为 你等一下叫我多问一下就好了 这样子啊 有啊 我刚刚就是去 好来了来了 请再宽限个30秒来 让他就定位 你没有发言之前 我们的时间没有开始计算 好谢谢 不好意思 你现在慢慢喝茶 然后你可以清一清喉咙 谢谢主席的人耻 等一下 故意帮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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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 列席的政府机关上官员 还有在场的工作伙伴 媒体制定员先生 大家好 那我就直接来就教于部长 那部长 在本世纪啊 世界上最大咖的揭秘者是谁 危机解密嘛 那请问一下部长 你知道危机解密 目前这个当事人 这是电影的海报 不是本人 现在情况怎么样 他服务于哪里 危机解密这个解密者 解闭者 他原来认知在哪里 他认知在 接受由美国国防部所雇佣 他专门在处理美国海外 相关军事活动以外的情报 所以呢创办人 这个亚商杰 他在被逮捕之后呢 因为他在今年的4月11号 他所申请政治批护的大使馆 把他赶出来了 所以现在呢 他即将被引渡到美国 接受司法审判 你觉得他不是一个 很多网民们 很多骇客们 不是啊 大家都认为 危机解密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发明 他揭发了很多弊案 你同意吗 部分也许是真实啊 有些东西是不是 为什么美国要去审判他 美国怎么要审判他 因为美国认为 他所接的弊案 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跟国家利益嘛 对不对 所以接壁 这个壁啊 到底是站在你的角度 某个角度 他是壁 某个角度 这个壁被揭翻之后 会有影响到国家安全 你同意吗 所以接壁的定义很重要 是不是这样 是 同意 好 上个世纪最有名的是这个人 水门案的孙喉隆 好 孙喉隆 大家最近有一个电影 就在描述这个人 您知道猜测一下 现在坊间认为 孙喉隆的身份 真实的身份是谁吗 你认为 就是你的副局长 现在推测 美国FBI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 就是当年揭发 他们 他的上司 调查局的局长 FBI调查局 不是你了 调查局局长 跟美国总统尼克森之间 违反了 美国相关的法律规定 去从事竞选活动 是不是这样 这大概了解了 部长 局长 部长 你以前是担任调查局局长 你认为 调查局的局长 在台湾敢接调查局局长 跟总统的密吗 只要在法律许可下 当然来依法 那受不受我们今天 防接避者保护法的保护 如果他是接避者 依照规定 他是一个 事实的揭露者 当然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 那你认为 美国当年有没有这样 对接避者的保护措施 保护的法律 我不晓得当时他们的法律 可能没有 所以当时啊 真正的弊案最恐怕的 最恐怖的 不是一般民间的公私法人 而是握有司法权的政府机关 这样的政府机关 一旦发生了弊案 当事人内部的人 几乎没有办法跟 他们本身的体制 寻求解密嘛 寻求解闭嘛 因为什么 就同流合污 共犯结构 他怎么办 他丢给华盛顿邮报 对不对 所以他丢给了华盛顿邮报之后 这个深喉咙 拼空啦 那华盛顿邮报 挺住了嘛 华盛顿邮报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在越战的一些机密资料 他都工作于事 可是这样的揭蔽 地势权很重要 对不对 你认为台湾有没有这样地势权的环境 来协助政府内部的揭蔽者 来揭蔽 除了法律的保护之外 你认为呢 这个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台湾的地势权很大进步空间 好 那我再追问 那如果媒体本身 这个地势权本身 就是揭蔽者要揭蔽的对象 怎么办 目前我们的揭蔽者保护法 有没有保护媒体内部 对媒体的不法行为做揭蔽 应该 还是有的 有吗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来谈一个事情 现在境外资金进入台湾 或进入来试图影响选举 法务部正在审理的 有三十几件 对不对 境外资金进入了台湾 试图影响选举的 目前有三十几件 这是你们法务部的事情 部长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数字可能会有更动 但是有这个情况啦 有在侦办 好 那请问境外资金 进来台湾试图影响选举 透过什么 我们往下看 透过包括网路上 去收购粉砖传播政治议题 对不对 这个很清楚 再往下看 包括了 我们现在内政部提出的 选办法修正法案 他认为 如果境外资金 透过在国内的媒体的广告刊展 他必须训名刊播者 出资者及相关资讯 就是要防止境外资金 运用台湾的自由民主的言论自由 透过广告的方式来影响选举 部长你通不通内政部这样的提案 内政部这样的提案 基本上我们同意 好 选办法还特别针对什么 针对了大陆地区 香港澳门 认为媒体应该进行查证 不可以接受这些地区的委刊 广告 就是等同于用境外资金 来企图影响台湾的民主选举 部长你同不同意选拔好这样的修正 我们尊重 你们知不支持 你们不支持吗 应该是 照这样条文看起来是 这是行政院版的哦 那你应该在行政院里面要支持嘛 好 那出资者本身是否为来自于中国港澳地区 有媒体要负责查证 那如果媒体跟他挂钩在一起呢 如果接受来我们看媒体来看一下 往下往前面看往前面看 好来再往对对对 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 就是媒体他的责任 根据现在的几个拟修的法案当中 不管是选报法还是内政部的这个公投法 这里面呢 内政部的中选会 他是监督广告的脱波者和媒体平台 媒体平台有查证来源的义务 如果媒体平台没有负起查证的义务 媒体要被处罚 问题是媒体如果跟他挂钩 没有接闭者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媒体 有没有负起查证责任 这个情况就是最严重的 如果投入媒体跟境外资金挂钩 他不去查证 不去揭入这个是境外资金所托刊的广播广告 部长怎么办 就按照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这些条件 好说的好我们往下看 目前我们才正面表列 有没有拉入选拔法跟公众法 没有 我要告诉你第五条的规范 有这么多的法 这里面的接闭者都受到接闭者保护法的保护 但是选拔法跟公众法里面 对于媒体内部的接闭者 没有被保护到 所以部长怎么办 这个我们在讨论这个草案的时候 往下看 是有做 有提出来一些 大家讨论了 所以到底要不要把 选拔法这部分纳进去 但是又很怕敏感 选举是个非常敏感的议题 如果被拿来做操作的话 那就是非常 你是说我用来揭蔽的方式来操作这个选举 也是对于 媒体自杀的揭蔽说我媒体收受不法的 我境外资金来刊登广告 你认为媒体会自己爆料来自己操作自己 部长 我请你好好看这个诉求 未来第五条应该纳入选拔法公众法 鼓励媒体平台内部的吹哨者 站出来检举 以对抗境外赤力 对台湾的民主选举的私讯操作的可能性 要不要评估一下 我们可以评估一下 虽然选拔法 要不要纳入当初是有讨论 但是现在因为 整个讯息 假讯息冲刺 还有有一些 可能媒体受到影响等等 这个情势有改变 我们愿意来重新讨论 好 那就可以恳请主席 未来我们希望这个法案的审查的时候 我也个人会试图的 按照我们委员会的提案 希望能够把选拔法跟公众法所规范的范围 这个媒体平台内部的接闭者 应该也要受到这个接闭者保护法的保护 都自为适用对象 好不好 谢谢 谢谢主席 好 谢谢中委员 那个你如果有修正动议的话 就也欢迎提出来 好 我们接下来请林德福委员 林德福委员 林德福委员不在 请管毕林委员 好 谢谢主席 各位同仁 还有我们列席的官员 这个 今天这个法案本席是非常非常乐见 说我们终于进入了国家的立法进程 然后也很希望说我们很快的 可以把它修成是一个成熟而好的一个法案 来善尽于对公益揭发者的保护 能够做到这个真正的好的这个立法 但是是不是我们荣获还是有几个部分 本席提出来希望大家能够就这些部分予以考量 第一个我建议保护先行 我们这一次的立法先不处理奖励 好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新的法律 那它执行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把这个保护网变成一种价值 然后让这种保护在各级机关够 它能够建立起来成熟的运作 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把奖励揭发放进来的时候 我是会比较担心 担心说其实我们还不是那么成熟的去运作这个措施 那当然公务机关的部分 公务人员的部分是没有奖励 但是荣获说 荣获说我们还是分阶段性 这个是第一点 第一点 那不是很坚持 但是我觉得值得大家考量 第二个 强制分层的制度 我有疑虑 好 如果不按照 你第一层先从内部或你指定的机构 机关去揭发的话 就不受保护的范围 但是我要问部长 你看看 我一个揭发的案在一个部会里面 就以你们法务部来讲 有一个揭发的案出来了 这个揭发的案要被处理 总共要盖几个章啊 从承办科长 然后一直到这个边审 一直到这个什么什么 专门委员 专委主秘 然后什么次长 你的这个行政程序 我们可以说你可以化繁欲减 但是你最简单 你会盖多少杂 有多少公务人员会经手 这样的一个案子 那我又要求一定要续名嘛 对不对 一定要具名嘛 好 你们的保护网真的建立得起来吗 我不相信啊 我百分之百不相信啊 你反而有可能是我跳过第一层 我去媒体揭发也好 我去跟民意代表揭发也好 反而可以避免 好 反而可以受到保护 去避免这种身份的曝光 这是我的疑虑 我觉得值得我们在竹条的时候 好好的去审视啦 好 我自己做过首长 我知道 如果说是由首长来成为受理 那我也要正锋啊 那正锋呢 他可能调查 他也必须要去会贤 好 那我们是只允许一个人知道 人民吗 好 或者是如何吗 那这整个的过程 我还是有疑虑 那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分层 强制分层 我觉得没有道理啊 强制分层的理论基础在哪里 跟委员报告 我们也是参考 参考外国的立法力 如果像日本的话 它是分三层 那我们现在目前呢只分两层 也是一个分散 就是说来检举的 先由内部啊 能够做初步的调查 我认为这个是为了行政的需要 但是强制哦 我如果不以这样的程序 我就不保护哦 换句话说 你如果是跳过本机关 然后直接去外部揭发 我就可以对你实施事后报复啊 我没有责任要去保护你啊 这个说不通吧 这跟我们对于揭发者的保护 一定要向第一层来揭发 还是可以向第二层直接 只是说向第二层直接来揭发的时候 只是还没有受到同样的保护 对 问题就在这里啊 你不保护啊 不保护的意思是 20天再加上10天 30天以后还是同样的保护 但是我们希望 有些是由内部去调查 因为他对于内部的程序 不信任嘛 内部程序是否会让他的身份曝光的这部分 当事人不信任嘛 那他直接对外部的话 他直接对外部 基本上他可以不必具名啊 是啊 本席 本席所揭发的这么多的案件 也都没有具名啊 有的就用化名啊 我揭发绿卡 全部都用什么 都用绿巨人啊 他的名 人民全部是绿巨人啊 我揭发离岸风电的时候 被中国用假契约 跟你做技术移转的比例 给你一个假契约 说 说他的核心设备会技术移转到 到多少%多少% 结果事实上呢 事实上 合约的内容的根本看得出来说 他完全拒绝 移转那个核心设备 像这些 这些所有的揭发 都可以不必具名 然后最后都能够 这个 把这些事情纠正过来 甚至于案子就 就让他 可以不必 成立等等 所以 问题在这里啦 我不认为说 需要强制分层 这个荣获我们 就在保护的部分 好不好 我可以分层 但是如果不是 经由这个程序的揭发者 他仍然应该受到相同的保护 这个部分是 本席在这里提出来的看法 那另外就是 我们保护的范围 我们对于揭发的弊案 做列举式 被做列举式的这个 立法技术嘛 那这个立法技术 是不是能够 周延的涵盖 所有因 保护的范围 比如说 学术伦理 的揭发 学术伦理案件的揭发 你在这个列表里面 我目前是看不出来 可以试用在哪一条 当作被保护的范围 那我请署长 对我今天 今天看了一下 是没有看到说哪一条 学术伦理的部分 对它造假啦 抄袭啦 变造啦 等等 或者是隐匿 或者是影响审查 是可以用列表里面 哪一块 还有国家安全 跟国家安全有关 各位报告 这个 我们这个在币端 就是 草案第三条里面 我们有那个授权条款 就是 副表一 副表二 就是 第一项的 第七款 跟第八款 那个副表一 跟副表二 这部分就是 我们在授权给主管机关 那随时检视 检讨 可是你的副表是列举啊 没有 它是一个 列举 但是它有一个授权条款 授权条款 就是 那个有其他经主管 副表一所列或 副表二所列 或其他 其他嘛 其他就是未来 未来可以随时检讨 可以在那进来 认为这个 目的是 主管机关 认为 这个应该 列入弊端了 我们 他们那个 主管机关 如果说 建议我们 要列入 那我们法务部 会公告就列入了 所以你是用 这个第八款 也就是第三条的 第八款 来授权 主管机关 对 第七跟第八款 对对 这个 这个主动权 发动权 还是在各目的 市内主管机关 好 现在列入 就是他们已经决定要列入的 并不代表 这个门已经关起来了 以后他们 随时检视 认为该列入的 或者 语情反应 或我们立委 跟他一个 一个要求 那他们 检视结果 应该列入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认为 就可以避免 是 这个门没有关起来 跟委员报告 好 那这个我可以接受 好不好 那 主条的时候 我们就 我想请 请大家就是 就这个条文的内容 再详细的下去 斟酌 如果说 用第三条的 第七款 第八款 我们基本上 就不是一个 关门的 这个 制定 的话 本席是可以接受 好不好 好 所以 回过头来看 这个 强制分层的部分 好 以目前的 强制分层 你背后的 这个 思考 到底是 什么样的逻辑 我还是希望 在这里 听你们说得清楚 跟委员报告 为什么强制分层 刚才我们部长有讲 这是 参阻外国的立法力 那第一层的话 是一个内部的一个 给他一个检讨机制 这个美国也有 这个制度 我们也认为值得 然后接着就是说 内部的自我防壁 那跟委员报告 就是第一层的话 不是线连内部的 内部的 这个像主管等等 他们有监察院 他还有监察院 这样 他可以随时同时 就是整个全部 但是政府机关的行政作业 对于保密措施来讲 目前确实没有建立信任 现在问题是在这里 本席关切的是这一点 所以他反而是 当他从外部去揭发 而由外部的监督 来带动整个弊案的处理 是真的是反而是可以相对于你 内部的揭发 更能够保护身份 我们的经验 至少本席的经验是这样 那你们没有考虑过这个部分的问题 因为我们考虑到就是说 因为低层的这些的受力 可是为什么直接从外部揭发 就不予保障呢 这个有道理吗 这我们是外国立法 他们有实行的 不要你说外国立法 那外国立法律的基本的 那个立法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外部没有一个调查权 没有一个实质的一个调查权 因为内部机关他们实质调查 可以启动一个调查 这个无关 我现在是在谈保护 是保护它 不被做事后报复 这个跟调查权有何关系 这个我想这个是要 其实是你们不鼓励嘛 基本上这个立法技术 看起来就是你不鼓励 对于这种公益揭发 是直接去做外部揭发嘛 其实就是这样 这个我们也是怕就是说 因为我们国家 我们国家的行政体系 跟你外国这些成熟民主国家的 行政体系 是不一定 可以被等同这样子信任的 所以我还是很在乎说 如果我从外部揭发 我们的法律其实就是不予保护 那意思就是开放你可以被事后报复 这个逻辑我认为还是要审作啦好不好 好谢谢广委员 接下来请周春明委员 谢谢主席 那我想这个法案在之前委员会 大家在质询部长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做很多的一个要求 那应该算千呼万唤使出来了 我看今天还好 他其实复议期间还没有过 但是没有人复议啦 那我看一下就是说 因为也好多同仁都很关注 所以大家都有版本 那看一下大家的立法目的 其实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啦 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部分 第一个层次就是 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啦 那就是刚刚中委员提到 第二个部分是段委员提到的 他强调的是为了有效发现 并防止重大不法行为 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立法目的 但是我们行政院提出来的这个版本 你们的立法的整个意志跟精神 是在维护公部门 及私部门接避者的权益啦 所以就看得出来三个 这个法案但是有三个 大家要诉诸的不同的一个 最大的立法宗旨 那显然我们行政院这个版本 是放在维护公部门 及私部门接避者的权益 那当然啦 如果说我们能够来重视 保障他的权益 当然就是可以让这样 当然维护公益的目的 或者是追查防治重大不法的行为 这当然也可以达到啦 只是说可能还是有一个程度之差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想先请教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已经是在市县案的进行当中的一个案例啦 在新竹就是我们新竹的 任职于新竹县家序疾病防治所的所长 那他一直之前 那他一直之前就是长官不断要求他做假账公费私用 后来他透过政风事向法务部连政署自首 然后并提出有力的证据 那目前这个部分如果他自首的话 当然在检察官的追诉里面 你不可能没有去做他 他还是被告嘛 对不对 那他还是要被起诉嘛 在你们的权限里面 并不可能他没有被起诉 在法定的 在法律规定的这个空间里面 他并没有不被起诉这样的空间 他最后是换到一个缓 免刑 一审的判决是免刑 那免刑基本上在法律上 还是一个有罪的判决 那所以他既然犯了贪污 就是说他触犯了贪污的这个罪 然后呢 免刑是一个有罪的判决 他只是不用去服其刑 但是依照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法规 公务人员相关的法规 他就是不能再任公职了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一个理解 部长有没有同意 是不是 他就是一个一审的有罪判决 那免刑 不然免刑只是免除其刑 他还是要受到将来 赤夺公权这些的一个 或者相关规定 那就这样的一个 既然说我们这样一个立法目的 是要保护接避者的权益 那这样的个案我们怎么去保护 在我们这个法案里面 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设计 请教部长 谢谢委员的关心 接避者保护刚刚其实行政院版本 当然偏重于保护接避者的权益 但是也兼顾到对于希望不法的案件 能够透过接避 能够更发掘很多的弊端 也兼顾到公益性 其实都是兼备的 那至于委员提到的这个戴力申这个案子的话 因为他要再重任公务员 其实是受到这个公务员任用法的 限行法的一个限制 他不能再任公务员 对啊但这不会怎么样去 既然你的立法目的是要来保障他接避 他也去做了 很勇敢的去做 但他最后变成劣势了嘛 他不能再去做 他本来有一个身份保障的公务员的工作啊 他战战兢兢认认真正的做 但是他的长官不法 他去揭闭了 他比大家更勇敢 他比大家更勇于负责去揭闭了 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是他没有办法再任公职 他没有办法再担任公务员 他没有办法再接受到 所谓公务员的一个身份的保障 整个一个生存工作的保障啊 还是署长你 因为部长负责政策啦 署长你讲一下 在我们这个规范里面 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保护 跟委员报告 你目前的现行 就是因为事自第66号解释 对反就 这个受有期徒刑的宣告 反行其满这些贪污的案件的话 反行其满当然可以再回任公职嘛 但是刚才委员所提到这个免刑 却是没办法再回任公职 那这个草案在第13条第二项 我们有开放就是说 机关受理前向 经法院判决免除其请确定 是接避者申请在任公职的时候 得不受公务员人员任用法第28条的一个 一个第一项第四版的一个限制 也就是他可以回任公务员 但是就这个案件 我知道这个但是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再给他回复 那因为其实这个今天这个法案出来 其实是很多人的牺牲 很多人的这个自己本身遭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利了 但是他们已经站出来 我觉得就要有他们的价值存在了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条 那当然就是说 我觉得法务部的态度就是 我是法案主管机关 那我尽我的可能 我去把一些我认为要去做 做范围规定的零八 列出来一到六款 那第七款第八款 事实上你们就是让这个公 就是给尊重各个事业目的主管机关去做 去做决定 所以我们就看得到 在你们的副表一还是副表二 这个性别平等教育法 你们就有纳出来 那性别平等工作法 就没有纳进去 那教育工作者跟一般的劳动工作者 这间的差异是要怎么样去区分说 你可以受到接闭者保护法的这个保护 那你一般的劳动工作者 我没有办法 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尊重各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的决定 那我们立法部门可以 我没有办法理解说你这样的 第一个 法务部你列了六款 你们认为OK 你是法案主管机关 那后面两款你是授权给各个部门去做 可是各个部门去做 我们现在来评断 那这样公平吗 你的标准在哪里呢 好 那个署长 还是部长要说 谢谢委员的指教 那这个性平法这部分 其实在讨论的阶段 我们是有把它列进来 那劳动部这部分 可能有它特别的一个考量 那下午在逐条审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部分 我们再来处理 当然就是说法务部 我最主要的点就是说 法务部这边你们也很客气啦 说一句辣 你们就很客气的嘛 反正我就把大家认为 我们订了六款 很明确的你们觉得要去做的 这个就 就没有限定在各个法案嘛 没有在限定各个法律规定 那第七第八 你们虽然说这是一个 补权的补足的条款 可是这个补足的条款 你们是授权给各个目的事业主管去订 去抓那个 我哪边我要去保护 但这中间会不会为德不足 或者是说 也许我们就漏掉了 刚刚几个委员指教的 我许我们就漏掉 因为你一个法 比如说为什么你律师法 放了三十九条第三款 那其他的专业技师你没有放 会计师你没有放 好那为什么税捐基金法没有放 然后为什么保险法里面 这个大中小企业 大家承担的责任都是一样的 大家承担的这个责任 受到的约束跟这个限制都是一样的 你们要讲出一个道理啊 我感觉你们就是 现在因为刚刚要施行 这个刚刚要来运作这样的制度 所以比较小的一个范围 OK 这是你们法案主管机关 比较谨慎的态度 但是你这个区分的标准 至少要有一个道理出来吗 我现在是看不到这个道理了 好部长 当然我们还是要尊重各个业务主管机关 他们的专业 他知道哪一些单位 他的接避 比较需要 那么就拉进来保护这些接避者 所以我们还是尊重 但如果说在法律上 他有什么需要我们提供意见 我们也乐于跟他讨论来提供意见 因为你现在在我们的副表一副表二 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 你们就是这个法律里面 你们抓一两条出来 这是尊重他们各 对啦尊重啦 好那因为时间有限 我想部长应该是这个会期 不知道啦 可怜啦 这个会期最后一次到 司法法治委员会来备讯 那因为之前我们在审法官法的时候 部长是没有来的嘛 因为那个法案是司法院负责的 那我想就是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点要来跟部长探讨啦 这个就是大家现在最近关注的 检察官关注的说 是不是监察权 监察权影响到去 影响到所谓检察官的一个检察的核心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今天我们的法官法设计 我们将来的这个弹劾 就是说要移送职务法庭来做 做这个处理的话 那之前是一定是监察院来弹劾嘛 那现在我们这个法案改的是 双轨制嘛 就是监察院也可以 送监察院来弹劾 或者是这个凭借委员会直接来移送嘛 但是呢今天不管是哪一个制度啦 包括审判的所谓法官的审判的核心 包括监察官的侦查的核心 这是他的职权来在他综合相关的市政 他去做的一个决定啦 但是今天绝对不是说 法官他的判决他有审级的救济 假官的不起诉处分 他有所谓的高检署的一个 在意制度的一个审查 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形式上 制度上的一个确认 说啊你这个破罪没问题 啊你这个不起诉处分没有问题 但是事实上你检察首长 检察首长到底在对于这个检察官 他在做这些相关的侦查决定 在做这些最后的一个处分的时候 或者我们有没有一个空间 让你说你可以依照你的职务上面 去做一些 呃就是已经 当然不是在侦查的时候 你去做任何的这个这个这个关系 就是做任何的一个行政上 行政一体你可以做的事 检察一体可以做的事 但就是说今天有一个 大家社会有声音了 大家有质疑了 那甚至说这个是法院的判断 跟检察官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时候 这个检察首长对于他下面的检察官 到底是有什么责任啊 他有什么监督的责任嘛 或者是这个检察官出事了 到底这个检察首长 他要负什么样的责任 现在看不到嘛 如果我的法官法设计下去 我们简直就是 这个首长他如果都没有做任何的处理 他都没有办法做任何的监督的话 就要一个最好的立法的一个制度 给你们用嘛 反正你就是当事人可以申请评件嘛 你就是评件委员会 你可以直接送植物法庭嘛 你还有个监察院的系统 我看不到说我们的行政首长 你派你去做检察庁 你在这个事情到底你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到底你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而不是让一个事情演变到不可收拾了 送植物法庭 然后监察院弹劾了 检察首长才惊觉说 这以前是我做监察庁的案件 我来做教育部长 谢谢委员的关心 确实我强力的要求我们检察首长 要负起他的责任 不但是在行政监督上 在检察一体的贯彻上 我都要求他们一定要做到 所以 那有什么具体的 比如说你们相关 你要求是部长去谈会的时候 就是那个宣誓吗 口头宣誓吗 还是你们现在有任何的作业 或者任何的细则办法 都有 因为行政上当然 在开检察长会议的时候 我也会做一个宣誓 强力的要求 那至于个案上 我们检察一体的一个实施办法 里面也有很明确的规定 那行政的监督上 也是按照我们一般 公务员的行政监督上要负责任 这都有相关的规定 我觉得这部分要明确 就是也没有落实执行而已 就是说现在 当然啦 这个司法改革 有它演变的历程 首长很害怕去跟甲官 院长很害怕去跟法官 根本一点点谈都不可能 同事也不敢 如果稍微一谈一下 被人家讲出去 就是说你是在影响审判 你在管说 大家都非常的谨慎 但是谨慎到说 整个原来的这个机关的防闭的机制就没有了 整个机关防闭的机制就没有了 就是你监管 有人去质疑你的时候 有人去弹劾你的时候 有人去指战你的时候 这个事情才会被拿出来检讨 所以你等于你的首长 你的这个部分的一个 你应该负起的责任 事实上是被允许 合理的允许说 没关系你都不用责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 接下来就是要 要修会了嘛 我想一个个案里面 可以看得出很多的问题 但这个部分 我希望说 在检查系统里面 你们又有一个检查一体的 这样的一个规范 但是呢 你们又认为 又是要求自己是司法官的属性 不容易 所谓的独立侦查 不容易所谓的什么 大家去 跟你做一些行政上的指导 去跟你做一些行政上的支援 去跟你做一些行政上的建议 这中间的奋进 我觉得部长你要负起责任来 不管伤害的就是司法的幸运 还有一些依照相关机制去揭蔽的人 去阻罚人的 他被受伤害了 这样子 好谢谢 我一定会强力的要求 检查所长负起责任来 好谢谢主席 接下期由美女委员 主席还有我们在场的委员权说 历史的政府官员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审这个 揭蔽者保护法草案 那的确这个法呢 指纹楼梯想 不见这个 就是实施 那今天呢 终于能够把这个法 就是排入到我们的议程里面来 那当然要通过这个法呢 的确是不容易 但是里面呢 还是有一些的问题 想要请教 我们的法务部的 那陈如刚刚这个 周春明委员所提到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法的这个范围 到底要多广 好那在我们的第三条里面 其实有规定呢 在我们的第三条里面的这个范围呢 后面就是第七款第八款 是用所谓的列表的方式 那在这个列表的方式里面呢 我们看到真的就是 这个性别平等教育法有列进去 但是性别工作平等法就没有列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 就是me too运动以后 其实你会发现 很多的职场的性骚扰 其实都是 就是都是在工作职场的 这些的问题 那但是因为呢 他碍于是他的老板 所以他如果说他出来申诉的话 可能就工作就没了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人 他出来申诉 可能都是已经一二十年后了 甚至呢 我们还有看到的这个 就是在他年轻时候的 所以在这里呢 就会牵涉到的就是说 对于性别工作平等法 可能性别工作平等法 里面的这些的职场性骚扰 那或是呢 我们看到的 其实在第38条里面 所规定的各种的价 其实我们也知道说 很多的公司他都违反 但是没有人敢去申诉 因为你去申诉 你先走路 那走路以后 你再去告 慢慢的告 事实上今天 会被fire掉的这些的人 他通常就是公司的 也比较基本的这些的老公 他没有对抗公司的 这些的能量 那所以呢 他今天被fire掉 他再去找其他公司 公司其实也会跟他威胁 你这个在业界呢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你在这一家 你去跟我检举 你下一家呢 你根本就 你根本就待不下去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虽然我们有 劳动基础法 还有我们的这有老检 然后呢 政府也都在去检查 但是呢 你也知道 当去检查的时候 所有员工都告诉你 都没有 都没有违反 所以呢 事实上当要来检之前 公司其实呢 都已经先下令了 等一下要来老检的时候 你大家会点的 所以呢 没有人敢讲 所以你会看到说 我们的老检呢 每次呢 就是通常会比较 能够检查出来的 就是那些的 所谓的硬体设施 那那个东西 他不会讲话 所以呢 这种 就是这种硬体设施 能够检查出来 你哪个地方不符合 但是这种对于 像说工作职场的 这个性骚扰 或是违反的 各种的这些的价 那或是违反 这个所谓的 老检法的这些的东西呢 其实工作条件的 这些东西 是根本查不出来的 所以这里就非常需要的 所谓的接闭者 真的已经太过分了 所以呢 我没有办法在公司申诉 我只好到外面去 那到外面去 一种情况就是 我找记者 找立委 去开记者会嘛 但是那样子要付出的 通常就是说 当他离职之后 他才有可能去做这种事情 那接闭者其实就是说 我在公司的任内 我的工作能够保住 但是又能够把这样一个弊案 能够把它揭发出来 所以才会有 接闭者保护法 这样的一个法案嘛 但是我们看到说 哎 教育部就蛮有概念的 他把性别平等的教育法 这样放进去了 但是劳动部呢 就把性别工作平等法拿掉了 那我不晓得说 你们这个的取舍 到底根据是什么 这部分因为涉及到 劳动部的业务了 劳动部也有代表来 是不是请他们来 帮忙说明一下 劳动部也有来 我想委员关心的这个 有关于性别工作平等法里面 相关的规范 的确刚照委员所说的 因为我们回到这个 这部法 这个接闭者保护法 它其实是着重在公益 因为其实如果是个别的 一个违法的行为 一般劳动行政的一个 违法行为 是回到性别工作平等法 也有相关的申诉 救济 还有审议的机制 当时我们在考量 因为有他提到 假设有性骚扰 他提出来 他因为他必须 或者是他有请 违影流亭 他被拒绝了 等等相关一些的 不利 有关于接闭者的部分 申诉的部分 在性别工作平等法 已经有相关的规范 那他去查 一定会查到他当事人 再会跟接闭者的部分 他是公益性的 第一个是不一样 那你觉得说 跟性别有关的 都不具公益性 你也知道说 我今天公司 我不让你请生理假 或是不让你请运营假 他不会只针对 一个员工而已 事实上 这是公司里面 内部的一个政策 所影响的是 全部公司里面的 这些的女性的员工 那你觉得说 只要牵涉到性别 就没有公益性 那就是属于个别 那为什么教育部的 性别平等教育法 可以放进去 他也是个别 他也同样的有 没有 他没有全部放进去 教育平等法的部分 他其实是 着重在整某一个 你可以看后面的表的部分 那我是就 性别工作平等法来讲 他一个 他申诉的个案 他揭笔 他自己的本身的 个案的部分 一定要去查证 我们有那个 县市政府的 性别工作平等会 委员也相当清楚 他是不是有 相关的歧视 他是不是有一些 不利的对待 等等 都是透过 性别工作平等会 他要去个案 一定要去查 对于当事人的 相关的资料 一定要去查证 才有办法 做过去的 那必须要是 有人出来检局 他才会去查吗 你也可以检局啊 当事人就是迫 以这种权力不对等关系 他不敢出来吗 实际上我们碰到很多 除了当事 当事人自己都会提出来 因为他要去看他 是谁去申请 运营留庭 他是不是有被 那你这个 揭笔保护法的话 事实上 其他的也都可以去查 对不对 也都可以去检局啊 为什么要不要设立 所谓的揭笔者保护法 我们现在想到 回到揭笔者保护法的部分 他其实涉于 私权的部分的争议的部分 我们相关的法条 在性别工作平等法里面 完全都有相关的规范 包括性别工作平等法的36条 等等的 他都有37条 都已经有相关很完整的规范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当然知道说 有完整的规范 但是就是因为里面的 权力不对等的关系 所以让这些的受害者 不敢吭声 就像你的牢基法 一样规定的这些的 所谓的基本的 最低的工作的 这些的条件 但是有多少公司违法 他们员工敢出来检局吗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再去检讨 那下一个我想要请教的 就是说 在这里面 医师法有放进去 为什么会计师法就没有列进去 这里面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像美国曾经发生的 这种什么安隆的 这种就是违反这个会计师 会计师准则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公司跟这个会计事务所 这样整个一个造假 那这个东西 如果不是靠内部的出来 检举揭闭的话 可能也不容易查出来 所以在这里我不太知道 当然在医师法里面是说 非法职业 那在其他的这些的专业里面 我这里只是在讲说 我们的接避者保护法 他的把什么东西放进来 什么东西不放进来 你们的那个线到底拉在哪里 你的那个标准到底拉在哪里 能不能说一下 这部分我们还是 像我们本部主管的法规 我们都进了马拉拉进来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尊重 那个主管机关的一个意见嘛 像我们刚才那个姓平工作 姓北工作平等我们是监林拉 但是因为像劳动部有 他有另外的考量 那委员所指教的那个会计师话 那这部分我们都是用这种的方式 是不是说他们的本身的法律的保护 是不是有足够的 那那其实上我们那个这部的草案 事实上是一个基本法 我们是提供给 都广啊进来 我们是很欢迎 我们的态度都是很欢迎 但是那个我们也是尊重主管的部会 我们也没办法是强势说 你一定要进来 所以以上跟以上报告 好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对于这证人保护法的 这个出来揭闭的人的这些保护 那当然你们用的是说 用这个准用这个证人保护法 如果他符合第三条的规定的话 那他可以申请这个保护书 那这个保护书的内涵 当然在证人保护法里面 其实规定的有点笼统 那像说这个 我们的家事事件法的 像这个家庭暴力防治法 里面的这个保护令 其实非常的具体 就是你需要拿基款 那在这个证人保护法里面的 那个保护书的内涵 好像就比较 他只是写保护措施 那我不太知道说 在实务上 所谓的保护措施到底 有哪些 做了什么 这部分那个 我们是那个 人身安全的一个保护 当然我们是准用 证人保护法里面的一个规定 那因为我们最近还要定 实行系统 委员真的是很指明 就是说 这个我们只是一个母法 我们在实行系统 我们再做一个明定 那在这里呢 当然在今天的 有其他的委员有提出来 比如说 他会把他说 命司法警察 机关派员 预定的期间内 随身保护 受保护人的人身安全 当然这个是可以定在细则 可是在这里说 禁止或限制特定人 接近受保护人的身体 居住所工作场所 或一定行为 我想这个可能就没有办法 放在细则 因为你这次已经 限制某一个人的 这个权利 然后会说 禁止特定人 对受保护人 骚扰 接触 跟踪 通发通信 或其他干扰 受保护人的行为 等等这些 就当你会去限制到 某一个人的权利的时候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 只是用细则去规定吧 委员八卦 因为这个有准用 那个准用 那个正能保护法 所以正能保护法 这部分还是等于 就是母法 不是因为细则里面的规定 细则里面 当然 这个谢谢委员的一个指点 但是正能保护法里面 并没有规定这些啊 他还是把它放在 他的准则里面啊 对 正能保护法 那个相关规定里面 有第十二条里面 我们会参着正能保护法里面的 因为这个有准用的嘛 那我们就会 这个等于就是一个母法 对我们只是要提醒 就是说 当里面你有限制到 就是其他人的 人身的自由 或是权利的时候 你是需要法律保留的 你是没有办法 只是用准则去把它规定的 是 谢谢委员之嘉 好谢谢邮委员 接下来请吴志阳委员 谢谢主席 我先来请教我们的部长 就是 这个还是要请问一下 您现在的态度 因为在监察委员 蔡崇义跟高永成 他们先前来弹劾 这个侦办屈根求协会 诈领补助款案的检察官 我们先不要管前面的事实怎么样 他弹劾这件事情 现在引起法界非常大的反弹 你也知道 现在这个联署叫捍卫司法活动 检察官跟法官联署 大概已经破签了 里面有七成的检察官是有联署的 那最近我们看到 我们刚好在审这个律师法 律师公会的全联会 跟13个地方的律师公会 也发表了联合声明 这您知道吧 我知道 好 那可是当这个声明出来的时候 没想到 这个当时提出弹劾的 这个监察委员高永成 他的反应居然是说 他说 如果他们讲的是对的 一个人讲就好了 不需要这么多人来联署 我觉得这个态度上 我觉得有非常轻蔑 轻蔑的感觉 对法界 这个法官检察官律师 大概我们讲的法潮吧 法潮 这么多人的联署 用一个这么轻蔑的态度 那我记得部长 在这个弹劾案 刚决定出来的时候 那天刚好也是您夜席 对 我也请你表示意见 您有表示说 监察权跟司法权 应该要互相的尊重 对不对 这一边我觉得 非常值得肯定 非常值得肯定 但是我们看看 另外就是检察总长 日前他也发出了一个声明 他对这份抗议连署 他是说声明 全力支持 而且他说 他支持捍卫司法独立 及纯净办案空间 他要替 全力替基层顶抗 任何外来不当的压力 这是检察总长讲的 他就是权力力挺 简单而言四个字 权力力挺 那相对你先前我在 可能那个时候是刚发生 你需要了解 事情 所以我觉得当时你的讲法是 方向是对的 但是似乎是保守了一点 那今天再给你一个机会 你是否全力 来力挺 这个检察官的联署 谢谢委员的关心 确实我 第一时间就说我力挺检察官 我除了说 监察权跟检察权要彼此尊重之外 我还说检察官依法行事 我绝对支持 我想当天 上个礼拜也是在这个场合 我也说这样 第一时间就表达了 那之后 那我也用在一次的 我们跟媒体参讯 这个查讯的时候 我也再度的说 我早上在立法院就已经说明 力挺检察官 依法行事 绝对全力支持 那他们这个过程 也许有些人没有看到 我又用书面来 再发表一次 再发表一次 把这个过程让大家知道 那总长反而是在 我这发表声明之后 他也全力力挺 我想大家都是一样一体的 如果说检察官做了没有错 我们当然决定支持 这案子到底关键其实是说 这个法律见解是属于司法权的核心 当然你检察官如果其他不当的作为 并不是不可以 去被监督的 或者是弹劾 但是如果这个案子是涉及到 他自己的法律见解 这个事实认定的话 这个核心还是要把持住 所以部长还是一样 力挺检察官的联署 对吧 是 好 OK 那另外就是 除了检察官以外 检察官当然办案 也会受到一些 这个 人身的安全 就是根据媒体报导 有一位就是违反联合国禁运的陈先生 他是首位遭到知恐防治法制裁的对象 那他面对法律制裁的态度 其实蛮嚣张的 他在 官司在征审的期间 竟然打电话到法务部 扬言要杀光法务部次长陈明棠 以及洗钱防治办公室检察官蔡佩玲全家 因为他是真的是做了这个事情 这个恐怕 恐吓了危害执法人员的生命 这个很严重 另外一个 这个不是第一个案例 在2016年的时候 就有一位姓五的 一二三是五的五的 五姓男子到大卖场偷东西 被士林检察署的主任检察官 吴广丽起诉 那这个五先生呢 他竟然冒用他人的名义 寄恐吓心到士林检察署 内文提到 我坦白告诉你 我们已经 请好除魔王 也就是杀人王 要杀人以后 我会给他两百万 这个也是有具体的 这个事证 所以本席在此 呼吁蔡部长 就说一定要延办这种 对司法执法人员的 不管他是高层的干部 还是我们基层的检察官 像这个事情 一定要来延办 好不好 是我们一定延办 这个事实上 我们已经把这个过程 交给检察机关来 立案来侦查 这个也是一方面保障他们安全 这个一方面是他公然挑战公权力 我是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不妥 你千万不要说 我们办这个本来就常常会碰到这个事 不要太在意 不行这样子 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执法人员 公正办案不受这些威胁的状况 一定要维持住 这是我第二个要关心 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我要问这个司法院有 司法院法官 今天您代表算 您是刑事庭的 刑事庭的 刑事庭的法官 OK好 那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当 因为就是上 行政院上个礼拜 有通过一个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以及公职员选罢法的 部分条件修正草案 里面因为现在快要选举了 那这个可能这个看起来是很想要在选举前要通过 但是有个条文真的蛮奇怪的 我们觉得是蛮奇怪 他说参选人对于不时的选举广告 得向法院来申请紧急限制勘播令 法院需于三天内作出裁定 这个您就您了解 这个向法院申请 是向法院的哪个单位来申请 依照目前对草案的了解 这个法院应该是指民事 普通法院是民事庭的法院 民事庭是吧 是 有点暂时状态假处分那种感觉是吧 他这个法律应该是 延习法国法而来 那他因为他没有这个相关的本案 他是直接用这个 向法院申请紧急限制勘播令 他是一个在法治上是一个比较目前跟我们法治来讲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立法的一个制度 那这个法案出来以后我觉得 我了解法界是也是一片哗然 因为觉得好像过早让司法介入这个政治 因为选举是一个高度的政治的事情 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选举广告里面会涉及毁谤 会涉及侮辱 这些事情 但是这个其实应该是由 这个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去提出正式的告诉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是 单方就可以要求法院 就把人家的广告就停播 或者是收起来 这样子法院会 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吗 这个有关这个不实选举广告的刊剖性是一个很重要的管制议题 然后它涉及了政治言论的限制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严肃的议题 那关于这个立法政策的选择 司法院的认为 并不适宜由法院来担任第一线的审核机关 因为这个如果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呢 这个不实广告刊剖的限制 其实它并不适合去直接远用法官保留原则嘛 那基本上这个法院也不是最适合去查核事实的机关 因为法院虽然具有中立性的角色 但是法院 说实话法院就是一个法官 跟一个书记官 一台电脑 它没有像这个行政机关还有丰富的配备 所以事实上它比较不容易有充足的组织人力资源 去做一个广告查核 是不是属实的这个工作 行政部门或许比较适合执掌这样的一个即时判断的任务 你讲的行政部门 我知道当然有时候被害的人 他也会很急啊 他乱讲乱讲到处乱发 这个时候 你讲的行政部门是指选务单位 还是检察官 就如委员刚刚所讲嘛 那这个不实广告刊剖的信 这个不实广告的内容 它可能会该当各个法律里面的管制规定 比如说它如果是一个诽谤罪 那它涉及到诽谤 那它当然就涉及刑事的责任 那这时候 检察官可能就可以依照选拔法这个规定来加以侦查 那这个目前实务上是选拔法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的设计 那另外它如果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它足以影响选举公正 那以我现在可以想到 我觉得中选会它本来就有维护选举公平性的这个任务 或许它是一个更适合的行政机关 它会不会法律上没有赋予它一个 比如说行政上 不是行 这不是法律上 不是司法上 可能是行政上的处分权 是 那如果中选 比如说末入 或者是什么样的 它是不是 你觉得是行政机关去处理比较适当 行政机关至少它比较有资源跟人力配备 而且它也有一定的行政调查权 那在这个范围内 它至少在这个资源的配备上是比法院还要充足的 而且它也因为行政机关它本来就是在第一线 那法院站在这个第二线负责救济权力的功能 做一个它是公亲而不是士族 那或许对于法院的这个公正的形象也会有所 比较不会受到伤害 可是就是因为法院比较有公正的形象 所以大家不会 又不会希望有这个权利会放在 比如说选务机关 因为它选务要办选 大家可能说我选务是中立的 我选务是办中立的 我不介入你们这个候选人之间的一个争议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连监听 什么搜索 这些慢慢的都回归到法院来核准吗 是不是 法院确实在我们的权力分立的制度里面它是一个中立的角色 但是这个中立角色它必须它不是盲目的中立它必须要有正确的配备去认定事实 那在这样的架构设计下来的这个 它要正确 你只是中立如果不是正确没有好的事实调查 那其实这个结果大家可能会包围法院而不是信赖法院 所以这个可能委员在审议这个法院必须 这个要很小心 谁有权利就会包围谁 应该是这样 包围警察局 包围中选会 包围地检署 包围地方法院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可能 要再好好的来思考 至少你现在法界是认为 司法院是认为不太适当 从宪法的角度 是刚刚如刚所报告 那从现实的角度 它对法官来讲可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那这个制度设计必须要审慎思考 从长记忆 好谢谢 好谢谢吴志阳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段委员怡康质询 好谢谢主席 能不能请劳动部的代表也坐到前面来好不好 主席各位同仁 我坦白说看到行政院的版本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拼拼凑凑了 那么刚才有几位委员也提出了这个疑问 这并不表示我的提案比较高明 我觉得都不容易 要怎么样 那个线要怎么样画 那大概我们可以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他可能 因为没有在列在你们这个副表里面 的行为并不表示他就比较 就是被容许 但是可能有一个标准就是说 他是一个重大的 而且影响广泛的 他不是影响到少数人的 或者是一个个案的 我不晓得我这样的一个标准 是很空洞 但是不晓得有没有哪一个部会是不赞成 不过就我感觉上 我们要在这个检视这个副表里面的这些 列出来的这些违法的法条 我们就会发现说 到底你们是怎么去定这个标准 譬如说 我觉得公部门还比较好处理 私部门那个界限真的很难画 所以我就要跟劳动部请教 你们这个就业服务法第63条64条之最 这个应该是你们主动提出来的吧 对不对 那这个我看了一下法条 这个大概都是主要是针对雇佣外国人 非法雇佣外国人 对不对 那么一般常见叫非法外劳 是这样吗 委员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 劳动力发展署的代表来说 没关系请说 对无法 办法委员 就是364的确去处罚 如果本国人他有非法雇佣 或非法容约外国人的时候 譬如说我今天一个大的电子工厂 我是上市公司 结果我雇佣了100个这个没有身份的 或者已经过期的外劳 那我的内部员工就可以根据这个来做 这个接壁 对不对 对 那如果我今天是在一个杂货店的老板 或者一个小吃店 那我今天雇佣的一个服务生 或者一个店员 是一个非法外劳 那我的另外一个店员就检举了他 那也符合这个接壁者的定义 是这样吗 基本上我们当时在把它列进来的时候 然后他是针对五年内再犯的 犯的这个罪 然后这个接壁者的对象 五年内再犯 对对 才会有形式的罪犯 你们63条 对63跟64 对不对 第二项对 63条违反44条或57条 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者 储新台币15万元以上 75万元以下罚还 五年内再违反者 对 你没有并没有 在这个条文里面 这63条并没有说 第一项的前半啊 你63条就是63条啊 他只要 因为在副表义里头 他是说犯6364之罪 对啊 那会构成这个形式 有罪 一定是五年内再违反的行为 我们才会从 才会做这个形式的责任的处罚 所以他 要在五年内再犯 对 如果他前面那个罚还 他是行政法 罚 是行政法 对 所以只要他违反了 他如果再犯 那我同样的例子啊 就是说 我一个杂货店老板 我再犯了 五年内再犯 是 我可能有行事责任啊 我要被他抓去关啦 对 但是这样子就 会符合我们讲的 他是一个广泛的 假设啦 证券交易法 他有可能会影响到 整个市场的交易 那或者 食安的问题 他可能是一个大规模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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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的问题 但食安也同时是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今天 是一个连锁的超级市场 我把所有的上架的过期的食品 我通通换标签 跟我是一个乡下的杂货店 我把两个面包 把它换了标签 那这样的行为 我们会不会把它放在 同一个天平上来看 然后 我的意思是说 我并不表示说这个 这个 这个为 违法 用这个外国的这个劳工啊 这个是被许可的 但是 我们一样本来就有 检举的机制嘛 对不对 呃 我们也会有检举的奖金 也没有错嘛 对 那 我们为什么要定 这个接避者保护 就是说 因为 我要特别的要 除了鼓励之外 尤其是因为他有可能去揭发的这个弊案 这个影响甚大 所以他说不定啊 会有其他的 呃 危险 这个当然不只是他的 工作 他可能会有 说不定会有安全上的 顾虑 他的姓名如果曝光 他的身份如果曝光 他会可能会 因为他影响的利益太大了 所以他会有危险 那 如果我们把 我们觉得 在我们自己的业务上面 会常常碰到的 我相信你们面对这种 台湾这个雇佣非法外交太多了 对不对 尤其乡下更多啊 那个 那个收成水果啊 檳榔摊啊 餐厅啊 小吃店啊 菜市场啊 到处都是 但是那当然是影响到就业秩序 可是问题是 这一个单一雇主的行为 是影响到那么多人吗 好 就算一个 檳榔摊的老板 或一个小吃店的老板 他在五年之内 他重复 他就 重复了这个犯行 他被抓去关了 可是 他所影响到的这个市场的 这个就业市场的秩序 或者保护我们本国劳工的就业机会 这个部分 他这个单一行为 影响其实并不是那么大 它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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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那你们 这个就业付法 你们就业不是没有 现行不是没有 没有规范啊 对不对 你们本来就有 鼓励这个检举啊 你们本来就有发奖金啊 那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没有特别去定呢 看整个通关 整个接闭者保护法 他的那个法医的保护 他还有针对 就是说 自己的受 这个受雇的员工 他提供劳务的对象 是他的雇主的时候 他揭发了雇主 这样的行为的时候 对 这就是问题 也就是说 雇主的行为的确 我并没有说你们 本文就会机会跟社会 我并没有说你们这样子 不对啊 我只是说 那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的话 那我们会 这个要 这个接闭者保护要 适用在各个角落 就好像刚刚游委人讲的 那为什么 根据这个标准 那为什么性骚扰不行呢 职场上性骚扰 你说那是他们的自己的 个别行为 那这个性骚扰 我当然不敢说 他如这个遍地野火 可是问题是 那你做 对这个被骚扰的这个对象 他的感受呢 那所以我不知道 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 我说我到现在很困惑 包括我去检视我自己提的提案 我都觉得有这个问题 那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说 你们行政院 其实对这个部分 其实你们没有想清楚 譬如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 刚刚中嘉宾委员提的那个 类似的例子 我们现在的新闻 因为NCC只派了一个政风主任来 我就不问了 我们常常常识性的看到说 在新闻里面 会出现置入 商业的置入 政治的置入 选举的置入 这是我们自己都知道的 你知识我知道 部长我相信你也知道了 那这个有没有违法 我违法广播电视法33条第二项 那这个对社会影响大不大 当然很大 对不对 我今天要用一个卫生纸 就这个新闻里面 去这个卫生纸做新闻报导 说他什么得奖啦 消费者使用很高 就很满意啦 会不会影响到我的消费行为 我们对新闻的信任 跟对广告不一样啊 我们看到广告知道它是广告 我们看到新闻以为它是新闻 结果它是广告 那这个对于 消费者得到商业的资讯 他对新闻的信赖 然后联动的去影响 他对这个产品的信赖 他因为他对新闻的信赖 也连带的让他影响到他的投票行为 影响到他对政党的信任 那如果今天 有一个电视台 的员工出来检举 那他就不适用啦 因为 我们没有在副表里面啦 那你说他这比起一个杂货店的老板 他在五年之内第二次去 雇用了非法外劳 哪一件事情对这个社会影响比较大 如果都是讲公益的话 所谓的公益啊 并不是说 说这件事情 我就应该被侵害 而是这个就是对社会有普遍的影响 这个单一的事件 这个公司的这个事件 那这个标准没有出来啊 所以你们就会有的很大的案子 有的很大的影响很大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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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要在这里面的案件 你们就没有摆 然后呢 有可能是一个在社会看起来 到处都是 那不是那么 影响那么普遍的 他有可能有很多件 但是就这一个单一的事件 他影响不是那么普遍的时候 但是被列进来了 有可能在每一个机关 各自有各自的立场 各自有各自的本位 各自有各自觉得应该要列进来的 这个列到副表里面的 可是你行政院你自己要有一个标准啊 否则的话 为什么要行政院的版本 为什么不是卫福部的版本 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不是这个劳动部的版本 你今天部长坐在这边 只是代表你 因为你是主管机关 或者你只是因为 这是你负责去朝你提出这个版本 但是你是行政院会通过 这是行政院的版本 所以我坦白说 我们看到行政院版本就觉得 在这个副表里面 七拼八臭定了这些 到底他的其一标准是什么 我坦白说 从条文里面也看不出来 也看不出来啊 就是说 比如说 接避者的身份 包括公司的雇员 什么商号 或者就是独资的商号 合资的商号 或者这些 到底他这个标准是什么 不知道 或者如果一个老人安养机构 他如果有对一个老人有虐待行为 这个听起来这个社会一定哗然嘛 但是他本来根据这个行为 他就会受罚 那里面的护理人员 或者社工人员 他因为他 他如果检举 那本来就是他的责任啊 那我们要另外给他奖励 为什么 他如果做事不管的话 那他不用担负责任吗 我们把他应该要有责任 变成奖励 他今天是医生 是护士 他居然对这个事情 可以视而不见 那我们应该要追究他的责任啊 就我们把他应该担负的责任 变成要对他的奖励跟保护 他本来就应该要尽责 他本来就应该要反应 他本来就应该 那是他的职责啊 我觉得这个逻辑上面 有一些错乱啊 当然这个我们可以到 下午再来讨论啊 不过我坦白说 我是希望行政院能够有更多时间 回去啊 再把这整个案子再重新检视一次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戴委员 好 现在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均与发言完毕 巡答结束 委员咨询师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或以书面答复者 请相关机关尽数送交 个别委员举本会 好 我们现在 如果有委员提出书面质询 我们会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并且相关机关与书面答复 我们现在要进行讨论事项了 我们今天是并案审查 行政院韩行审议 接闭者保护法查案等七案 好 那我们 我们先来宣读条文 然后再来进行大体讨论跟逐条讨论 那先跟各位说明一下今天的这个议 我们议程的安排 我们等一下这个在宣读条文之前会休息 好 那么休息之后呢 休息的时候就请各个 聂席机关代表 跟各位委员就可以先行离开 好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条文宣读啊 大概要将近两个小时 好 所以我们会宣读到 今天的中午十二点 然后下午两点半再继续宣读 所以各位啊 可以在这个下午三点中 再就位就可以了 好 那么所以我们宣读完 才会再继续开会 好不好 好 好 现在休息到 十一点三十分之后 开始宣读条文 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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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